小海盾 小海盾 老白台語歌王過金髮 帶來他最受歡迎的生命歌曲小馬掌 學長上引起大家熱烈的回向 在小馬掌的歌聲中 第一次既辦的台灣馬掌王比賽 也正式典開 總共五十六十對五報名 有很多餐廳中報室 餐英科學的學生 也有保理當地業者 以及很多婆婆媽媽報名參加 蔡布 香菇 豬肉 辣椎 兩人 百幾十年 我十年 所以對自己的手機有信心嗎 有 有 好玩 是 比高雷知道好壞 好壞 好壞 我們是很有信心 這麼多要做大馬掌王比賽的馬掌中 婆婆媽媽們 當然最專長的 那是傳統風味的馬掌 要四代團成的馬掌 入口也前來參加 他們一館堅持傳統中國人的馬掌口味 主要也是以傳統 就是裡面就有豬肉 我們是選用三層肉 對比較特別 然後還有花生 還有那個 有創意 可是 口味 可能人家還是會 覺得 可能試一下 OK 可是你一般的話 可能大家還是以傳統 就吃了比較好 餐廳中婆塞 或是餐飲口味的學生 怕的是另外一種創新風格 沒有用傳統的得好 有人用後悔的好 竟有人拿翻賣的好來包肉 形態也改變傳統的三角形 有的是藝形 有的是藝形 有的是當條形 還有四角形 甚至連太極 跟日本風格所持的形態都有 因為以往我們在台灣看到都是三角形 想說那種台灣有點那種 視覺上的衝擊 結合現在那個 實際上很流行的壽司 輕食 所以我們沒有加嫩的油脂 純粹就是那個食材本身 新麥的那個油脂出來 包紮的技巧 比如說米的密度 均勻性 那個肉 不同食材之間 那個熟度跟風味的搭配 烹調手法的層次感 每個人表現還是不同 不過這個各有優劣 造型上 其實成型是需要很大的功夫 有很多參賽者 也想創新 可是它種子 打開以後就不成形狀了 所以創新 還是要有 烹飪的火候 跟手藝來搭配 草材中選出了表現最好的 15組對五進入割賽 主辦單位表示 由草材結果來看 參賽對五最準儘管 割賽絕對是 更加精采大家大家期待 接著翁家剩彩虹報道